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拿下一胜 回到主场只需要赢下二局 即可淘汰对手闯进八强 本场埃格努在进攻端打得比较稳定 扣球成功率正好50% 得到了16分 32扣16中一失误一倍篮 埃格努没有得到超过20分以上的高分 但是在失误送分环节确实收获不小 过去的高强度对抗中 埃格努经常有着杀敌1000自损800的表现 下球得分甚至还不够送分来的损失更惨重 这一场比赛埃格努控制住了15 仅仅一次主动送分 如果保持这样的稳定性 他的作用就更大 美国的主攻守巴野马本场首发 取得了13分 12扣7中35一倍篮 一发5篮 巴野马的进攻出手次数不多 确实在篮网环节突然爆发 多次限制了对手接应迪乌夫的扣球 有直接篮死也出现很多有效撑起 魏瓦基福银行防反建立了第一道防线 美国的副攻奥格博谷8分 13扣5中2篮一发 巴西的主攻加 比6分 16扣6中一失误一倍篮 加比前段时间受伤影响巨大 现在更多精力投入保障环节 进攻端很难打出漂亮的大条弓 替补登场的接应 卡鲁塔苏5分 12扣5中35 土耳其的国手则和拉本场发挥失常 全场仅得1分 6扣1中一失误一倍篮 负效率的取得 和一传不稳也有关系 这位土耳其副攻是欧洲乃至世界上的知名球员 攻篮巨佳的技术遗憾没能打出来 波兰罗兹LKS女排的接应 迪乌夫砍下全场最高的23分 44扣20中35 三倍篮二篮一发 比较巧合的是 迪乌夫和埃格努是意大利女排 在里约周期的两位接样 迪乌夫是2013年和2014年的主力 埃格努是2015年至今 意大利国家队的主力接样 迪乌夫本场的表现 似乎卯足了尽要证明不输埃格努的火力 也在得分上超越了埃格努 只不过意大利国家队的大门 却不再为其开放 早在七年前 他落选离欲奥运会开始 就再也没有进入过意大利女排国家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